Yayaya娛樂,現在內地的綜藝節目有多重要? 我都不需要多說,吸引了年輕一代,也吸引了前輩藝人來參加 沒錯,就像關芝林姐姐一樣,一直都沒有聽說服出、參加拍戲、綜藝節目 但最近聽說被內地一個電視台用天價請她過去 但也有人擔心說,Gigi姐姐,因為內地拍攝這些節目的節奏,不知道你能否應得到 還有他們玩,有時玩得很盡,又不知道你能否受得住 唉呀,我覺得真的受不了,但既然收得人的錢,受不了也要受不了 不過,關芝林姐姐在娛樂圈這麼多年,這些東西濕濕碎,慢慢就適應了 沒錯,一開始的時候,效果未必是最理想的 做多兩集,知道套路是怎樣,我相信表現一定是上街的 好,看看今天第一條新聞 豬科小記者暑假實踐第一課,來吧 豬科小記者,學過第一人了,讓你回來 上個禮拜六的早上,豬科小記者訓練營,特地請來了我們的美女主播,郭德欣姐姐 帶領著一班小學員,進行今次的實踐活動 好,各位小朋友,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耶 美建小學員,每個人信心爆棚,興奮長的樣子 就以為今次的實踐很簡單 其實今次郭德欣老師,是要把小學員進行一個特別的任務 就要在短時間內,兵分五路去探秘 和介紹我們熟悉又神秘的廣州廣播電視台 好了,事不宜遲,我們第一隊的小朋友,即時Action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廣州廣播電視台180度的無敵觀景台 而我盧主院頓領的第一小分隊 首次為大家公開看密的地方,就是我身後的發射塔 相信大家每天都能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精彩的節目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這些節目是從哪裡發射出去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去做小記者來告訴大家吧 其實大家每天看到的節目,就是從我身後那座電視台發射出去的 經過這個高塔的發射,我們廣州廣播電視台的所有頻道節目 比如綜合頻道,新聞頻道,影視頻道等等 全部都可以發射到,省內12個地線市區總部播放 所以,每個電視台發展到現在,真是一步一個腳印很不容易的 誒,你們不用那麼緊張,其實對著鏡頭嘴嘴都很正常的 來來來,等郭德欣老師過來,再訓練一下你們,給點貼士,給點信心 哇,不知道在郭德欣老師的促成訓練之下,這批小學員表現又是怎樣呢? 大家好,我現在站的地方就是廣州廣播電視台新聞頻道 直播專用的250平方,演播聽了 這裡是黃小佳老師主持的第一現場的主播台 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新聞最強 歡迎收看第一現場 為大家送上最及時,最真實的新聞節目 哇,坐在真正的主播台上面,一點都沒有什麼騰雞,果然厲害 不過厲害的又怎止李雨沙小分隊呢? 以下這一組小學員,一樣出乎意料的順利完成任務 現在你們看見的就是250平方米演播廳的控制室 這個小小的控制室有什麼用呢? 這個,作用可就大了 控制室是用來控制節目上的文字 比如人家老師做節目的時候會做 我說,歡迎大家請掃一下評審下方的奧文欄關注我們 我還知道,這邊不忙密密忙忙的按鈕 就是用來調整演播室的燈光和音樂的操作台 雖然都有少少NG,但對於低年級的小學員來說 已經算OK的了 所以見到一幫低年級的弟弟妹妹都表現得很棒 混合組的哥哥姐姐都不需要虧的 除了剛才介紹的第一現場主播台 還有不少強檔節目在這裡直播 歡迎收看廣州正點 每個正點時間都為你們播報實時熱點 這裡還有提示為你做好題 注意身邊大小事 當然少不了發現新事物 開貨新事也得 拉貨新生活 我 嘩,大哥哥大姐姐帶著小妹妹一起主持 真是特別溫馨有愛 不過看了這麼久 為什麼還沒介紹我們 豬科小記者訓練營的核心重地 豬科出動主播台呢 不用騰,no problem 這個當然要壓軸登場呢 沒錯,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林杰老師 鄧世衡老師的王牌節目 豬科出動 豬科出動,全力未接吧 每晚都會在這裡為我們報導 大街小巷的新聞 哇,這一個個小學員 對著鏡頭突飛猛進 淡定有台形呢 當然了 雖然說過德恩老師 布置的特別任務 但是全程都跟在左近 細心指點教導 簡單的話,要是真的忘了的話 哇,在德恩老師手把手的教導之下 一班豬科小記者都愈來愈大膽 愈來愈有感覺呢 而我們豬科小記者 還可以跟著豬科家族的記者哥哥 記者姐姐 走遍廣州為街坊報不平 說出事情的真相 背後的故事 不怕苦不怕累 絕不輕易放棄 好,good check,收工 所以在最後 成功過關斬仗的小記者 都獲得了一個獨立採訪的機會 加油啊 經過了一系列的參觀、學習 不知道我們的小學員有什麼感受呢 伊貝,你的感受是 我感覺今天我學到了很多很多知識 覺得就是很開心 嘿,採訪同學仔的一家easy job呢 那不知道反過來採訪老師的話 他們又表現成怎樣呢 郭老師,你覺得我們今天 G4小記者表現如何 我覺得今天大家表現得非常棒 不過有一個問題 大家稿子念熟了 可是表情沒有做得很到位 有一些小朋友呢 平常都嘻嘻哈哈的 可是到鏡頭面前呢 就會稍稍一點緊張害怕了 所以大家注意要提笑機 來,做一下提笑機的表情 非常好,很漂亮 我們要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下一次都能夠展現 更好的更豐富的鏡頭表情 相信朱科小記者都收到了 郭老師 以後我Jimmy都希望 朱科小記者 你們可以再接再來 做一個出色的好記者 又有郭老師帶著 又有參觀電視台 這班小記者很讚 當然了,簡直是幸福 之前你說如果不是參加這些活動 來電視台參觀很難 可能在門口已經有人問你 你是哪個部門的?麻煩你打個內部電話 又要你資料 又要留下身份證等等 硬之類好像拍攝那些間諜電影 這裡又不是冒險雞籠 這裡是一個嚴肅認真做事的地方 怎麼可能說我喜歡你 我喜歡走就是走的 沒錯 而且呢 就算被你僥倖捐進來的話 我們的同事見到你生口生臉 誰呀你?找誰呀你? 如果甚麼都說不出的話 又要找保安扔你走 那麼聽我們小記者拿到你的福利 真是不簡單 鬧鬧之間我都覺得 我想坐在我演播台裡辦一下那些 大家好呀 我是小記者珍珠呀那些 作為小記者 你絕對是小記者中的戰鬥機 看看影片 請到 恭喜 來一說到廣佛地區 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甚麼呢 沒錯 就是嶺南文化 為了彰顯嶺南特色 所以當日發佈好現場 就來了一段粵劇大曬 哇 莫非以後我們可以一邊搭廣佛地鐵 一邊欣賞茶督撐的表現 當然不是 而是將粵劇元素 帶進去每一節的車廂裡 我們這一次四個車廂 其實有四個不同的主題 除了我們這個全鮮花的主題 還有一個就是 推廣我們的粵文化粵菜 包括穿上這個花旦小聲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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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戲服 應該說是我們的戲服 這樣 然後去演繹一個 發達小生的角色 那另外呢 也都有這個廣秀的元素在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全酒店的一個車廂 我們將一個車廂包裝到 好像一個酒店房間 哇 廣佛地鐵開通之後呢 那當然方便很多 那當然是方便啦 以前我們去華山的話呢 就打招去吧 哇 上班下班時間 塞呀塞呀 塞呀 塞過零兩個小時 很正常的 但現在一個小時都不用了 你可以去千燈湖那裡玩一下 又可以去吃一下西朝大餅 你覺得是不是很棒 唉 簡直是平靚正 所以呢 現在廣州的叔伯兄弟 一到這個節假日呢 就會去佛山那邊玩 說到玩 接下來這幾個派對都挺好玩 昨天上週 2017 Fantasy幻音派對發佈會 隆重舉行 每次我倒入我們的啟動器當中 說真的 我們廣州一年之中 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音樂派對 那這個玩音鬧有什麼特別呢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在郵輪上面舉行 令你可以一邊欣賞 Festile的音樂 一邊感受著 Romantic的海景 那究竟這些創意是怎麼想出來呢 聽聽聯創國際娛樂策劃有幸公司 董事總經理王嘉賓先生怎麼說 其實我們是想做一個 是與眾不同的音樂節 是想做一個打破傳統的音樂節 那其實 其實陸地音樂節 其實大家都做 就是去都去過很多次 那我是想做一個綜合式的 就是好像我剛才 我都做過一些 比較簡單一點的介紹 那我們船上面 除了音樂節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 平時可能你都 只是在電視上見到的東西 我現在都將他們全部 搬上去船上面 一次過滿足了你們幾個願望 廣告回來 繼續《月夜月娛樂》 歡迎回來《月夜月娛樂》 有一個問題問問問大家 如果你是結過婚 生了小朋友 後來離婚 然後現在有了一個女朋友 你覺得你的鬥釘 和你的女朋友之間 你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最近碰到這個大難題的 就是謝霆鋒 是啊 霆鋒的大仔 Lucas前幾天生日 哇 那柏芝呢 就在網上曬到幾張 他生日的照片出來 不知多開心 覺得 但是大家是見到 哦 為什麼啊 Lucas過生日 老爸亭鋒不在 然後細茶之下 很多人說 哎呀我見到了 我見到了 亭鋒是跟了女朋友 飛去日本玩 那就大件事了 就馬上被網友狂噴 怎麼搞的 亭鋒 你作為兒子的爸爸 現在有了新女友之後 就不管兒子 自己去到風流快活 離譜 很多人其實看東西 都是看表面的 人家不急 他們自己又不知急些什麼 根據消息透露 因為 柏芝和亭鋒是有協議的 Lucas生日和媽媽過 亭鋒是會找時間 和兒子過生日的 哦 那人家有了安排 大家就不要胡思亂想 我相信亭鋒也是一個負責任的爹地 來的 看看這段影片 昨天上週 A Little Good Morning 奇魔洞新能源上線發布會 就在大學城隆重舉行 規劃的時候 我就可以對這顆電池 做微信的一個扣法 咦 究竟什麼是共享電池 事不宜遲 我們即時看看宣傳片 你不知道 魔洞可以充電嗎 對哦 走 雖然這個宣傳片說得很grand 但是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一塊小電池 大家可以用它做充電簿 和騎助力車 大電池是用來騎電動摩托用的 操作都很簡單 從機車取出旧電池 必放入換電槽 換電槽閘門關閉 等待五秒之後 從另一個換電槽 取出充滿電量的新電池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廣州朋友最關心的是 這些共享電池 要在哪裏的試點才用到 我們布點的話 現在是從大學城周邊開啟 我們就希望通過這樣的模式 輔助到所有的旅遊區 生活社區 還有的話就校園大區 然後再延伸到二線城市 三線城市 說到草蠻仔 何時都是稱不離陀的三人行 如影隨形 貼頭芒 那不知道其中一子 出來單拖出秀 又能否能當呢 昨天上午 準備在年底 開草蠻循環演唱會的蔡一傑 就忽然以情深小黃之的姿態 現身商場 助成一個夏日音樂會 給點掌聲 蔡一傑 好 嘩 蠻仔 你一向都是拍攝其餘兩個坐包好兄弟 在這些商場上帶跳華麗舞台 何解今天會單拖庫會 只不然要黑銷她那首 事隔十三年之後 推出的新單曲 《流淚的怪獸》 提音樂 《流淚的怪獸》 《流淚的怪獸》 我最好 我最好 中人才智之上等 平時聽傑仔唱的 都是寬快輕鬆 忍不住跳一份 什麼一起心巴舞 今天突然轉柔情慢歌 也覺得有點不習慣 不過傑仔唱Live 唱得那麼七情相面 台下的粉絲照樣收貨 說回來 傑仔 當日沒得儲慢的大佬志和蘇老闆在身邊 有沒有覺得有點騰雞 平時在演唱會的時候 對著幾萬人 我都不會害怕 但我有一個恐懼症 就是很近距離的觀眾 我對著很近距離的觀眾的時候 我就會很緊張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心理壓力 每逢眼睛看著我 我就會怕到有時會忘記了歌詞 除非我戴了褲超 我就當是看不到 看過這段新聞 說回草馬 大家見到他出道到現在 很神奇的一個存在 是啊 其實傑仔和蘇老闆的性格 完全不一樣 傑仔是走那些藝術家路線 而蘇老闆就好像和師傅一樣 就算傑仔和外面的老闆 或者其他成員出現了什麼問題 蘇老闆一定出來 這條庭 沒事 沒事 大家開心 就是因為蘇老闆這些角色在這裡 所以草馬這麼多年都不解散 但也有人說 草馬只能立不倒這麼多年 經理人和徐一致的功勞 也是不可抹殺的 當然了 因為每一個團隊裡面 每個人的角色分工有不同 好 比如說 在月夜如月落這個團隊裡面 而我很明顯擔當我做禍師佬的角色 好像阿震鎮一樣 哇 經常和導演有些不合適的話 才是口角雞而動武 我經常都說不要啦 不要啦 按住他們 是吧 所以大家現在才這麼開心 你這個劇本編得 我都尚算滿意 或者令你有存在的價值 這個故事都只能夠這樣作的 看看影片 昨天上週 外伯老闆著名音樂劇 《謀殺歌謠》中文版的眾主演 就拉大隊來到廣州大劇院 舉辦了一場隆重的媒體見面會 《謀殺歌謠》的導演 胡小琪 我是Michael的扮演者 劉童 Sara的扮演者 崔恩兒 哇 一聽到這個名字 謀殺歌謠 大家是否即場打了個冷陣呢 咦 咦咦 這次的音樂劇 是否講一個經歷的恐怖故事 錯了 錯了 話說這場音樂劇 是講一個充滿戲劇性的三角戀關係 不過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整部劇 由四十一首著視 搖滾風的歌仔貫穿 完全沒有對白 對錯很難說起 白天睡在這張床 哇 看完這段語言之後 很多觀眾都說她的最大感受是 她覺得她看這個劇很受感動 為什麼 因為這個劇真的是要和一些 有生活經歷的人 你去講 她看 她會覺得很有感觸 真的很多的00後的小孩 特別喜歡我們戲中的演員 天天來看 但是他們真的是 你說讓他們說這個故事 他們也會說這個故事太狗血了 但是你真的 你八年後來看 七年後來看 她覺得這就是她們的生活 昨天下午 在踩過界裏面 表現備受爭議的李佳心 就發生遊戲超嬌 拍好姐妹麥美恩齊齊出來 為一款全新的遊戲做宣傳 除了紅色之外 一招還有一個多人比較好 對比起戲中 那個熱情奔放 又狂惹的女法官 今天一家新妹 明顯是拘謹很多 害羞很多 大家看看 書卷未十足的她 不知道是否平時在家讀書多 很少玩遊戲 所以就算拿著遊戲機 也是摸著頭 哎呀 不行 不行 我不會玩的 看不到她在那邊 家屋旁邊的主持人 歐永泉也很慘地說 喂 死了 走吧 上去 你叫屈肌 永泉哥 你不掛她兩個美女 始終打機這件事 都是屬於古天樂 古巨基 和鄭醫健他們的專長 你忽然之間叫李佳心落場 和機械人大戰三百回合 的確有難度 不了不了 還是讓她們兩個 拼一下棋仔 幫選手打氣好過 舉白棋 舉藍棋 好呀 對呀 佳心妹 還是做啦啦隊合你多點 不過說了這麼久 肯定有觀眾覺得好奇怪 為甚麼我Jimmy在心恩的開頭 要說李佳心 在踩過界的表現備受爭議呢 當然我們知道這部戲的監製 用心良苦 特地安排在佳心妹 將她跳出法律框框的 非一般獨立女法官 但不知為甚麼 我Jimmy覺得她有一點用力過猛 過分誇張 尤其是她和王浩信扮演的盲俠 在法庭上針鋒相對的時候 浩信仔那種內斂而有深度的演出 就更顯得佳心妹的表現 流於表面 略顯造作呢 我知道你是甚麼容易 你無非都是想認造 被告穿藍裝就很不安 但換上女裝就很自然 這種反差來證明 被告心理上是一位女性 但這裡不是你的舞台 法庭更加不是一場show 被告穿甚麼衣服上庭 應該早就跟別方女士溝通 還好現在不是上到亭才來玩 而且最奇怪的是 前面她倆還在法庭上吵得不可收拾 後面無緣無故街心妹 又請麻俠吃壽司 又很曖昧地跟對方坐大巴遊車好 這個順來不及掩耳的一百十度大轉變 真是令我Jimmy拋頭 所以街心妹 我覺得這個這麼複雜的角色 你暫時都無法處理 你還是做以前那些 功於心計的蛇蠍美人好過呢 說實話 街心妹 聽說接下來 在《踩過界》 還有一場很性感的親密戲 那你自己是不是都很期待 這場戲出街呀 《踩過界》其實都沒有甚麼 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 後來之後 因為都出了很多宣傳片 也有很多人在床戲中 很棒呀 看到那些劇集圖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不是床戲的 因為在劇中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個案 每個案都是關於一些社會 一些弱勢社群 或者和社會有關的議題 那些故事其實挺有意義 希望觀眾會留意我們 那些小故事 放心吧 街心妹 關注弱勢社群是好事 我們一定會支持的 話說回來 將這個暫時拍完手上的戲 有沒有打算去哪裡玩下度下假 平時你基本上 工作就外面 吃東西也外面 基本上你一不需要工作 你只會想留在我家裡 就算甚麼都不做都好 你都會只想在家 因為攤著攤著 又不用化妝 又甚麼都不需要 輕輕鬆鬆 所以我覺得通常不做事都要留在家 邱姐豬騰咪就說 李佳芯妹妹在那部踩歌界裏面 表現失準 作為一個新人來說 失準很正常 唉呀 別這麼苛求 其實佳芯的演技OK的 作為新人 反而有人為他出席一些大show 時的表現就會吃虧一點 因為比較低調 可以不說話也盡量不說話 這些叫做驅速 作為活動方、商家 希望你表現得活躍一點 增加的話題 你這麼驅速就打不開自己 這樣真的很吃虧 是的 觀眾有時覺得 你的戲在哪裡可以很高冷 但是到了活動面對面的時候 希望你很熱情、很接地氣 現在家伸妹妹 現在反過來就真的吃虧了一點 是的 拍戲只會令人認識你 真正了解你不是喜歡你 所以可能就要跟你多點接觸一下 在活動上邊 所以家伸妹妹 真的要吸收經驗 我們看下影片 昨天上午 著名音樂劇變身怪醫 就去到上海 他行了一場很隆重的首映禮 因為它已經有了 講到這裡 可能很多人都很好奇 變身怪醫究竟是怎樣的音樂劇 簡單來說 這部音樂劇 就是講了一個瘋狂醫生 因為實驗失敗 導致自己人格分裂 痛苦掙扎的故事 我 想從地獅子上 將我的肩膀探給拖 我 沒讓血的痘痛 為我 肩膀掏腰 聽上去劇情這麼刺激 又是世界著名的音樂劇 上海當地文化界的名流大師 當然是現身撐牆才行 雖然我Jimmy的文化界了解不多 不是很清楚 現場嘉賓的身份 不過只看他們的盛裝打扮 就知道他們這次肯定抱著朝聖的心態 來欣賞這部音樂劇 我覺得中國做很多漢話的東西 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歌詞 有押韻這件事情 對 所以會很期待 就是說中文的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感覺 對 昨天下午 即將在10月 去紅館開演唱會的劉美君姐姐 就請上校長力統的新人李幸藝 和樂壇才子林敏聰大哥過來 為他拍音樂特輯 好 三位看多張這裡 不過大家是否很好奇 樂壇新人何其多 為何劉美君姐姐會選中李幸藝一個 大家有所不知 其實他們之前在ViuTV的節目 《鹿卡大道》中合作過 當時一個是新手導演 一個是初歌演員 私底下相處 劉美君姐姐發現這個小女孩 拍戲唱歌挺不錯 就帶她過來玩音樂 不過大家看到劉美君和李幸藝站在一起 覺得她的年紀相差幾年 那要買麻煩轉過來 十年 十二年 大家都猜錯了 其實劉美君姐姐 足足大的李幸藝 二十多年 可以當她媽媽 劉美君姐姐這麼會保養 溫碧霞的不老女神稱號 都要分半個給她 好了 事不宜遲 就讓我們又年輕貪玩 又唱道具佳的劉美君姐姐 唱一首美歌給大家聽 往後哭好了 林皓 你 此兩人 ON 我在 每天 片 只好 那小 deriv 好吃 劉美君姐姐 有把靚聲當然是唱什麼歌都好聽 不過劉美君姐姐說要挑戰高難度 要加速演唱 唱快一倍對於劉美君姐姐來說 果然沒有難度 不知道再快一點又行不行 你剛才不是這個那麼快 剛才不是這個 好了好了 我們還是不為難你 還是過來跟我們聊聊天 美君姐姐 聽說你突然間否認搞演唱會 到底是怎麼回事 第一件要澄清 因為我經常提及 這個不是演唱會 其實我想說 我不是一般人家的演唱會 因為我想說 很多演唱會很多時候 有很多洗手間廁所位 他們叫很多停位 我為了給大家很大滿足 一直不停地看我 就是完全沒有廁所位 所以你們最好就去洗手間才入場 原來是誤會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請了什麼神秘嘉賓 如果是神秘嘉賓的話 我現在說了她就不神秘的 所以不可以說 這些事情 大家去想一下到時候有些驚喜 劉美君姐姐的演唱會 不過很多人勾頭說 為什麼會請了李幸藝妹妹過來做嘉賓 唉 因為劉美君姐姐 可能多懂得玩笑頭 要懂得玩的話 當然應該找些風頭等人物 好比喻阿Jam 再回答Joey 哇 兩大天后 胡錶高音 究竟六屎誰哨 這個話題就吸引人了 又或者請Linda 王興平或者黎帥恩 做個玉女懷舊夜都可以 唉呀 沒錯 其實請他們的話題一定會爆 不過劉美君姐姐 多年在娛樂圈 都好像有個獨行俠 那跟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人都不太熟 怎麼請人才行 你的意思是 劉美君姐姐因為太有個性 不喜歡應酬 所以到請嘉賓的時候 反而會拋頭 是啊 所以現在那個 妹妹過來做嘉賓 是啊 雖然大家都好像不多識 分分鐘是她唱片公司 特地安排入來 等著等那個新人 老老面搶唱歌 提高知名度 這些是你猜的 說不定公司最初和最後的決定 都一早是想定是這樣的 看下影片 3 2 1 揭幕 掌聲祝賀 前幾天 長龍水上樂園為自家品牌 歌舞青春版的微電影 水上歌舞飛翔 舉行了上線儀式 水上歌舞飛翔 微電影 收視爆棚 謝謝大家 一聽到歌舞青春這四個字 我終於想起 那部荷里活大片 莫非這部微電影 是荷里活大片的 宿世迷你扮 沒錯 說是這部微電影 就是由一種俊男美女主演 是一個青春浪漫 陽光健康的愛情故事 幹嗎呢 幹嗎呢 你一個大男人 怎麼欺負女生啊 沒有他 我怎麼就欺負他了 不要打家家的主意啊 小心我 哇 見到這個 一眾青春少男少女 唱游泳上樂園的場景 就是為廣州學熱的天氣 帶來一絲的良意 最後就等一眾主演 送上一首主題曲 為了一場Show 做個Happy Ending 你和我 真愛 幸福就是真大的愛 嘿 嘿 嘿 上個禮拜六下午 電影建軍大熱的一眾主演 就來到廣州 隆重歧視地 他行了一場新文化報會 究竟小生花彈有哪幾個 我Jumie覺得 現場最有人注目的 莫過於自帶流量體質的 張天愛和朱雅文 他們在戲中飾演什麼角色呢 來 實力派演員朱雅文 就是飾演領導南昌起義的周恩來 一個國家 三個政府 這難道不是分裂 不是對孫先生的背叛嗎 哇 不知道阿文 出演這麼偉大的人物 又覺得哪一場戲是最難忘的呢 其實 鳥鵝最難忘 應該從最開始見導演的那一刻 我去到那個北京 那段工作時 前導演的時候 我是一個迷地粉絲的一個 站在那邊前面 你別想看就光看他了 跟朱雅文一樣 面臨著好大角色挑戰的 還有張天愛 事關他要扮演 歷史上知性的才女 宋美玲 想不到天愛美女 演得這麼唯妙唯超 那你拍之前 是怎樣投入這個角色當中的 我記得當時 劉道還打開他的電腦 給我看了他 這段時間 拍攝的一些畫面 就是真的是 我很快地放鬆下來 然後去融入到劇中的一種氛圍 就是很介意施導演 看完我發佈會 說回幕後花水 我們工作人員回來就說 原來關曉彤和張天愛 挺值得的 沒錯 老實說 那天那場活動 其實那些座位很難安排的 因為那些座位沒有寫 哪個坐哪裏的名字 很多明星可能先到先選位 是啊 那天關曉彤和張天愛早到了 出頭就想了 這麼早到無非都是想選一個中間位坐的 這樣想都很正常 因為作為藝人來說 誰坐中間證明自己的江湖地位 但是那兩位女性很聰明 大家都不坐中間 反而讓出中間的位 令導演後來上台都說 為什麼連兩個不坐中間 導演 你留好功高 中間位置當然是你坐的 其實那些演員這麼說 可能這樣做也很正常 不然才每次衝出來坐中間 嘩 敢不敢做 下次可能也沒有她睡 好了 說完他們 我們看看你的影片 前幾天 原音樂APP上線儀式 替原音計劃發佈會 就隆重拉開圍幕了 蛤? 現在的手機APP有千千萬萬種 究竟這個APP有什麼用 這個原音樂APP就厲害了 大家可以通過它 將自己原創的音樂資源共享 極力推廣 就好像在添樂隊那樣 他們的作品經過APP的包裝推廣之後 都別有一番風味 哇 看來這個平台上的用戶 才華真是不算是比專業歌手 不過音樂也不只有一種 還有些就不是個個都學得來 看完兩個表演 大家是不是對這個軟件充滿期待呢 不知道這個APP 將來什麼驚喜帶給大家呢 我們是希望貫通整個產業鏈的 不僅僅從平台上收錄作品 更希望在線下的演唱會 巡演以及線上的這種版權交易 然後明星經濟等多個維度 進行一個關於越人的培育和呼喚 皮衣周董作爆鏡 昨天上午 自從生完兒子之後 就頗為活躍的周董周杰倫 就單胎到上海 出席 溫摩年度新品發佈會 各位 新人 皮衣 溫摩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 行貴價路線的高卡耳機 不過當日活動 大家的焦點並不在耳機上 而是集中在周董的衣著上面 只跟他頂著40度的高溫 穿了一件皮衣走上來 哇 周董你不熱嗎 好 來 回到我們的中間 唉 何止熱啊 還要熱上加熱 事關現場還有一群粉絲 對他都熱情如火 一到我群房還知 即時就有人問他拿簽名 你能給我一個簽名嗎 哇 不知道周董 為何回答這個這麼搞笑的問題呢 好 如果你問一個好問題的話 我連這個可能機子簽名上去給你 周董這個說話一出 即時就很有效應地 為這隻耳機品牌做了營銷 果然厲害 難怪他的代言也摺不停手 話說回來 Jay 你這麼喜歡玩遊戲 不知道打機對你有甚麼影響呢 我小朋友在看我打遊戲 就是他在哭到我的時候 電腦一打開 我跳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他就一顆眼睛 所以我想說奇怪 這個是從小就培養打遊戲的興趣 前幾天 湯圍在現身上海 出席任何角色 盡情出色 Hitalk在線英語品牌發佈會 3 2 1 說到學英文 湯圍就最有話事權 除非她從小到大 都很有語言天賦 還有一個語言夢 所以她一上陣就說 學語言是我從小的一個願望 我很羨慕你 一聽到湯圍姐姐 從小到大都這麼喜歡英文 即時就有位外國老師 說要隔空和湯圍切磋一下英文 I...I heard out I'm gonna meet you here Are you ready to begin today's class? Yes 和鬼佬對答如流都是小個案 有你湯圍姐姐還可以用英文 朗重一首詩歌 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Thomas 好厲害 不過湯圍姐姐不單止學外語樂力 做事上來更加拼命 聽說你前排工作期間暈倒了 究竟是甚麼回事 其實真的是一個不小心 就把那個工作安排 這個計劃就滿了 然後我又想到 反正就 就那個時候 因為我在布拉格的時候也是 每天工作了五六天 每天可能平均五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睡 到最後一天工作二十個小時 然後睡了我 然後就飛機飛了二十四個小時 到之後會做到第二天的淋浪點 但是我很幸運的是有很多的人 每一站都有很多人在照顧我 然後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營養 所以我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 前天下午 史上最好打的反派專業戶 周少龍哥哥 就現身江蘇無石影視城 為網絡大電影 大夢西游翻外之拯救悟空 大夢西游五 三戀白骨精 以及白蛇傳奇之大話許先 他行了盛大的開機儀式 說到這個周少龍大哥 大家不覺得他很熟臉嗎 沒錯 上年他在星爺那部九瓶芝麻棺裡 做那個黑黑的官二代常威 真是看見我豬咪咪咪咪咪 很想捐進電視機裡打他一局 雖然少龍大哥經常做大反派 但是他了得的身手 一樣不容忽視 無論是和李連結隻抽 還是和恩子丹簾過 都一樣無花無假拳拳到肉 看到人神上線飆盛 好可憐 不過其實少龍大哥不單好打 個人還好玩得 前陣子上了成城 和林志穎的我們十七歲 和他們一起上武當山 集武玩遊戲 好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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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少龍大哥 在我門的十七歲的表演之後 我知明明真的覺得 他拍戲好過玩遊戲 說實話少龍大哥 你之前演過這麼多反派角色 怕不怕大家對你有代入感 教育人家的角色也覺得太多了 教育了多少人變好孩子 這次也絕對會更加有教育意義的角色 呈現給觀眾 有代入感是對的 中央有代入感 今天的新聞全部都看完了 最近又有朋友說 有沒有什麼大片看 不用說話了 當然去鼻精露千宮 鱉眼城看大片 還有 想設定好髮型 去到八曲髮型 做一做 好了 明晚十點三 繼續約定你 月夜月而來 再見 拜拜